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一块来看一个佳能V单的70200 故障时向前摔了一下,成像模糊 近处可以对焦,远处对不了焦 寄到了佳能维修站,说是要换对焦马达 这个镜头如果要换对焦组或者是马达 一般人是接受不了的,价格比较高 我们一块来测试一下镜头现在的状态 开机以后我们先来测试一下70端 镜头自检正常 对焦的话可以合焦 但是拍照很模糊 就好像加了一层滤镜 远处不合焦,近处可以合焦 我们再来看一下200段的效果 非常虚 最近碰到这款镜头摔过的问题比较多 但是很奇怪 大家都是在别地上修过的,没修好 然后问我能不能解决 要不然就是这种上一台既修RF70200流的纸条 镜头重摔,成像虚 修过一次可以用了 但是成像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70200 也算是个二手活吧 看看能不能顺利的这个修好 佳能微单的镜头其实要比单反镜头的结构简单一些 这个镜头摔过以后成像不好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已经说过 基本都是对焦组坏了 对焦组是一套系统 上面有好多零件 它具体哪里坏了呢 我们需要具体拆开检测一下 全部拆开以后 我们拆掉变焦环 然后从后头就可以把对焦组拿出来 然后我们再拆掉后镜片 对焦组我们经过观察 发现后镜片有点脏 其他的位置经过观察 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然后我们继续把它拆开 进行检测 我们先把后对焦镜片拆下来 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 对焦镜片的内侧 好像是用502粘过 有好多灰发的东西很脏 我们可以看到 揭开贴纸以后 发现确实用502粘过 然后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镜片的边缘 没有发现歪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镜片粘的应该问题不大 正常来讲 在维修站如果发现镜片摔掉了 应该是不会给它粘的 应该就直接更换对焦组 我们先不管它 先来继续检查对焦组其他的地方 我们继续把对焦组里面的镜片 全部拆出来 然后进行观察 发现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我又检查了一下 防抖组合浅镜片 看看这些镜片 有没有被摔错位 但是全部正常 而且我发现 之前的师傅也都检测过这里 然后我在设备上 观察了一下这个镜头的成像 整体画面显示 其实是清晰的 但是它好像是起雾了一样 马上要到清晰那个点 它就停了 不到位 故障点找不到 问题肯定是解决不了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上一个师傅给你检测过 是怎么和你说的 在我的再三追问下 他说是跟他说过固定的镜片 但是成像不好 需要换对焦马达 注意不是对焦组 是对焦马达 那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一个马达 运行不到位 出现了成像不好 经过外挂测试 后组镜片的对焦马达 确实不动 我们给它拆散 发现马达磨损的确实很厉害 两个接触点已经磨平了 其中一个比较严重 我们给它修复一下 然后进行测试 之前是这个马达不动 我们现在上电 一测试 两个都有动作 说明已经运行正常 我们全部装好 然后进行测试 近处还是雾萌萌的感觉 不清晰 和之前一样 但是拍远处的时候 可以合焦了 也是不清晰 所以故障又改善 这个时候就怀疑 它的镜片有没有粘好 但是它是用502粘的 还不能随便拆 容易拆碎 如果不是镜片的事 再把镜片拆碎了 那真的需要换对焦组装 那怎么办呢 刚好今天又到了同款 难胸难利 刚买了一个月 摔了 成像不好 那我们一块来拆 看一下它是哪换 结果是同样的故障 它也是后镜片一位了 图片里可以看到 一侧的镜片已经凹下去了 然后我们把镜片做好标记 给它拆下来 重新安装一下 固定好以后 发现后镜片是凸出来的 我们再来看之前镜头的那个镜片 它是凹陷的 那这么看 它的成像不好 可能跟这有关系 可能有的朋友就会问了 那这个镜头已经修过这么多 镜片的位置 你还不知道吗 这个镜片的上面是有贴纸的 维修的时候 如果不是这个镜片有问题 这个贴纸 我们是不会动的 所以是看不到这个镜片的具体位置的 固定个镜片 谁能想到这么简单的事 还能出岔 我们把镜片拆下来 因为它是用502固定的 费的不少劲 我们来看一下 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因为这个镜片之前 它是用塑料进行封边的 摔开以后 有的封边坏了 但是它在归位的时候 没有把它封边铲掉 而是直接把镜片 坐在了封边上面 所以镜片靠前 最后我们把框架 给它清理干净 然后镜片上的残留的502 也清理一下 然后我们把镜片固定好 我们来看一下固定好的效果 镜片有一些突出 然后我们给它装好 进行测试 装好以后 我经过调整 我们来试一下 现在开机字典正常 然后拍照远处和近处 对焦特别快 成像也清晰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经常问大家 镜头或者机器 有没有虚过的原因 没有虚过的镜头 两个小时问题解决 虚过的镜头 反反复复折腾了好多遍 虽然费了不少劲 但是结果还是好的 终于是可以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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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